社会上有一种认知误区 认为西方是讲究契约精神 而中国是没有契约精神 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 而在历史上我们的地权交易 我们的商品交易 他们都是要确定契约的 就按照契约来行事 第一是自由自愿的交易 第二是互惠互利的交易 第三那就是女性守约 那遵守契约就会得到激励 如果违背契约就会受到惩罚 这就是中华商道的核心要义 契约精神和诚信